刘统勋这个老狐狸又跑出来坑人了 他请几位王爷吃枣 吃完去要人家掏钱 问题是这枣还不便宜 不按其卖 反而论个卖 论个卖 多少钱一个 也没多少钱 十两银子一个 怎么样 不算贵 福康刚想骂刘统勋黑心 大王爷却突然开口 说这枣味道不错 十两一颗很划算 王爷们财大气粗 福康可没得比呀 他体攻击一个 哪能让人占自己的便宜 于是借口不知道吃了多少 想要赖炸 谁知刘统勋早就有所准备 这次丁里边的糊不就是炸了吗 张扫刘五 素糊 查炸 这下可把福康给整为招了 他赶紧拉着几位王爷科普物价 说他们这是遇到了密枣刺客 买颗金枣也没这么贵 但王爷们身居高位久了 一来胜手饭来张口的 完全没有一点金钱意识 福康见他们还不当回事 一下就急眼了 好好好